歡迎收看7月28號的台股最前線 聯準會升息的一個最終的結果 已經出籠了 是升息三碼的一個幅度 是符合市場的一個預期 原本大家都覺得今天的一個行情 應該要呈現了一個向上的大漲 行情在早盤開了一個大漲 開盤的時候也的確向上去做一個大幅度的拉高 但很明顯的今天一個行情 是呈現了開高之後震盪走低的行情 因此看到這樣的一個走勢 當然大家第一時間的一個反應 會覺得說老師那這個反彈的行情 是不是在今天就正式去做一個結束 那後續在整個行情的一個觀察重點上面 你要如何來做觀察 那謝老師在今天的一個節目當中 都會來跟大家分析 首先我先跟大家談我的結論 我認為這個反彈的行情其實並沒有結束 但是在走勢上面可能會先是 以震盪整理的一個格局為主 那為什麼會這樣子講 最主要的一個原因是在於今天早上 當時我們在早盤的一個節目裡面 其實也有跟大家談到這個行情 早盤會先出現漲幅的收斂對不對 好那當時我們給大家的一個原因是什麼 事實上你從這個納斯達克當時的一個電子盤 我們早上8點半到9點當時錄影的時候 大概是在這個位階 那個時候我記得盤前是下跌了0.4% 0.4%到0.5%的一個幅度 所以當時我們談到就是說 這個反映的是在於這個科技類股的一個財報 因為表現不是特別的理想 那你去思考一個問題嗎 就是這個今天早上的這個美國股市 直接向上的一個大漲 但是電子盤又掉下來 他沒有一個比較明顯的延續力道的時候 開高的過程當中 當然他會吸引一定程度的一個獲利調節的一個賣壓 但我剛剛為什麼講說這樣子的一個壓回 他其實不影響這個反彈行情去做延續 很重要的一個關鍵是來自於現階段台北股市的一個技術面 之前我們一直在節目裡面跟大家強調兩個比較主要的一個技術面 一個是KD指標 另外一個是月均線的一個扣底 如果說就KD指標的一個角度來看 現在的9KD就是從這一天算到今天7月28號 一共9個假日的狀況之下 這次9天的時間 那高點跟低點分別在現在的這個這個當時的一個位置 然後跟最近期的一個反彈的高點 好但是因為這個過程當中 它的高低點會持續去做一個壓縮 所以當你的指標在相對高檔的時候 原則上這個指標會比較容易往下去做修正 當時我們也跟大家談過了 如果說以行情的三種狀況來看 大漲小漲小跌跟這個所謂大跌 這三種行情來做觀察的話 只有大漲它會造成整個KD指標 能夠維持在高檔去做一個鈍化 那實際上這個也是今天的一個行情 沒有辦法很快速向上去做拉高的一個原因 在於整體的一個預估成交量 它其實並沒有去做一個有效的放大 因此它沒有辦法造成KD指標在高檔出現了一個鈍化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 這是我們在昨天的節目裡面其實也跟大家談到 原則上如果能夠利空不跌往上去做表態 那你只要關注那個成交量的一個問題對不對 但最終今天的一個成交量還是沒有達到那個標準的時候 我想KD指標在這樣的一個位階當中 就會先行去做一個震盪的整理 但為什麼講說這反彈行情還沒有結束 因為你從另外的一個指標月均線的KD來看 當然今天的一個月均線到盤中快收盤的時候 它還是維持著一個箭頭向下這樣子的一個走勢 但是你就KD的角度來看 明天禮拜五下個禮拜一二三四五 原則上下一週它就會進入到一個相對低檔的一個位置 也就是說在這個過程當中 你只要能夠持續維持在月均線以上 月均線會開始出現翻揚 一旦翻揚它就是一個助長的一個力道 所以你從現階段的一個位階 因為現在是14,900多點 跟月均線的14,590點大概差了300多點的一個空間 那除非明天跌300點 要不然整體來講 月均線應該會在下個禮拜正式去做一個翻揚的動作 那這樣子就會撐住整個行情的表現 所以幫大家做一個簡單的一個結論 原則上在接下來幾天的一個行情裡面 指數會維持一個高檔的區間震盪整理 為的是什麼 為的是要修正過熱的一個技術指標 等到KD指標回到50附近的一個低檔 再度發動攻勢的時候 這一波行情就要直接來挑戰季線這樣子的一個位置 好因此從這樣的一個狀況來看的話 行情還沒有走完 大家其實不用來了這麼樣的一個悲觀 不過在個股的表現上面 他會出現比較大的一個差異 我想這個可能是投資朋友 在整個操作的過程當中 要稍微比較留意的 因為今天那個ABF載版的一個個股 普遍來講表現是比較弱的 那這個我在等一下的節目裡面 我再來跟大家談 在此之前我先跟大家簡單講一下 我們今天這個期貨的一個操作 應該這樣子講 雖然說我們在早上的時候 其實跟大家提醒指數會做漲幅的收斂 但是整體來講 我認為他應該不至於到翻黑 所以當時我們是選擇 在壓回的過程當中去做一個做多的一個操作 那為什麼在這個位階 因為這個位階跟整數關卡17800 然後以及市場平均價格的一個位置 大概是1 2左右的一個價格 不過他是有先往下灌 然後最後才去做一個向上拉抬的一個動作 好但問如何 這個也反映了就是 現階段的一個行情震盪幅度是稍微比較大一點 這個是我們今天期貨的一個操作 方向看對 但是點位上面沒有挑的很好 這個部分就要跟會員朋友稍微去見諒一下 好那這是我們在今天的一個期貨的一個操作 回到個股的一個表現上面 當然其實我們剛剛談到 今天行情開高走低 當然我們剛剛講到量能是一個因素 昨天有人先行去做卡位 今天逢高調節也是一個因素 但如果說就個股的角度來看 今天有不能夠說強勢個股 應該說人氣的個股 它的股價回檔的幅度比較大 這個就是我們剛剛所談到的 這個ABF載版的一個族群 那事實上最近期的那個風向其實非常的混亂 為什麼 因為如果說你在昨天 如果你在看媒體報導的時候 事實上你還可以看到一個消息 就是他們公布了第二季的一個財報對不對 然後談到說上一個季度的獲利 年增超過三倍 而且要持續加碼資本支出 所以這個訊息出來之後 昨天星星的股價怎麼走 昨天星星的股價是往上去做一個走高 然後法人也買 基本上投信 在這個時間點當中 也有去做一些這個 所謂進場的一個動作 但是你可以發現 就是昨天小幅度的一個買超 但今天的一個股價很快的就翻臉 打回來打到跌停板的一個位置 那事實上不只是星星打到跌停板 包括3189的景碩 這是跌停板的打開 但是目前看起來還是屬於一個 比較相對低的一個位階 然後包括了像是這個8046的一個南電 那南電的股價其實在盤中 也有碰到跌停板的一個位置 那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一個情形 事實上大家會發現最近期的那個 電子類股的那個利空其實非常多 或者說是法說會 常常一開就變成開成法會 所以昨天最標準的例子是什麼 昨天最標準的例子是3105的穩貌 對不對 但是你有發現一個問題嗎 就是基本上他們的股價利空 都先反應一天 然後反應一天之後 隔天就有稍稍去往上去做拉抬 這樣子的一個走勢 當然我不是我不是建議大家 因為最近期有這樣子一個慣性 你就去搶那些跌停板或者是怎麼樣 而是你要知道就是說 因為剛好在這個時間點 庫存的調整產業景氣的下滑 在法說會的時候 他很容易講一講 就變成是一個相對比較偏空 這樣子的一個概念 所以這個時間點當中 我們會建議投資朋友 基本上在這個時候的一個操作 行情走區間震盪整理 基本上會靠什麼去做撐盤 會靠台積電或者說像是金融類股 金融類股的一個角度 來做一個撐盤的一個動作 但是在電子類股的一個操作上面 一些比較主流的消費性電子個股 比如說你看 即便穩貌是今天有去做一個反彈 但說真的 一根的跌停板的長黑K 我覺得這個對於大多數的投資朋友來講 都不是一個可以承受的一個範圍 所以現階段呢 我們先來談一下就是 如果以星星的一個角度來看 當然昨天我們特別談到 外資的成本大概是在163.8 對不對 也就是說今天的跌停板其實有碰到 那原則上我們就觀察 明天因為這個今天是股價是跌停板了 原則上你就觀察一個重點就是 明天它的股價有沒有守住所謂的一個月均線 因為現階段我們昨天談到就是 外資的成本也好 月均線的一個位置也好 它都在160塊錢附近 那今天打到這個位階之後 能不能夠跟穩貌一樣 就是開低之後就很快去做收腳 這個會決定短線上面股價有沒有去做反彈的一個空間 但是我們要告訴大家就是說 現階段的一個行情它的 這種所謂比較主流的消費性電子的一個個股 它的一個股價波動的一個程度 它就是變得會比較大 所以我們會建議投資朋友 原則上我們昨天之前也跟大家談到 因為景氣其實有一些疑慮 所以正常的狀況之下 談起來到季線的一個位置 其實你應該要站在調節的方向 這個是我們在 昨天有跟大家所談論到的一個重點 就提供給大家來做一個參考 好那除了這個部分之外 我們當然簡單帶一下 我們在昨天之前 我們還持有的兩檔個股 一個是2603的一個長榮 另外一個則是8114的一個振滑店 當然我們今天有因為這個行情 我們有開始去做一些持股上面的佈局 這個我們在第二階段節目裡面 我們會來跟大家談到 那如果說以昨天我們現在續報的一個個股來看 2203的一個長榮 昨天是出席之後收盤價的一個次高 好那今天的一個股價當然有出現了一些 比較震盪的回測整理 早盤開高 然後開高之後震盪走低 目前是維持了一個小跌的態勢 但整體來說 也大概就是回到了成本價區的一個附近 那現階段的一個股價你應該怎麼看 這個時間點當中我們可以來做觀察 因為過去這段時間當中其實外資買的比較多 當然不可否認其實外資現在的穩定性不是特別高 但是9萬張他不會一口氣全部出掉對不對 所以正常的狀況之下 今天我覺得應該還能保有大多數的一個外資 在過去這個波段的一個持股 而且實際上今天的一個回測 最低點是91塊7對不對 那目前他的一個成本是墊高到91.04 這樣子一個價位 我覺得優勢在哪邊 因為以現階段的一個技術來看 現在的扣底位階在這個地方對不對 那月線是前線下彎 但是明後兩天應該說禮拜五跟下個禮拜一 他就會扣到79塊2這個低檔 也就是說你這幾天只要守住月均線 那原則上月均線就會開始出現翻揚的一個走勢 那月均線的翻揚當然對於股價而言 我覺得會是一個我們之前跟大家談過嘛 防守也好或者是助長也好 他就能夠發揮這樣子的一個力道存在 所以即便今天的股價是下跌的 說真的啦 今天其實跌的股票也比漲的股票還來的多 但是有的股票跌我覺得你應該要擔心 有的股票下跌 例如說像長榮 其實我覺得就不用太過憂慮 因為以目前的狀況來看 他就是維持一個這種所謂的 低檔的區間震盪整理的一個走勢 你只要去守好那個停損的價位 其實對於大家來講 我覺得風險並不是來的這麼大 好那除了這個部分之外 另外包括了8114的震華電 那當然震華電今天的股價是 維持一些比較高檔震盪 當然中晚盤之後 有稍稍去做一些翻黑的一個走勢 但整體來講 大概就維持在平盤附近 去做一個區間的震盪整理 那昨天我們特別談過就是說 他的優勢在哪邊 他的優勢在於現階段 因為KT指標已經來到了 相對低檔的一個關係 那從明天開始 他那個高點會逐步向下去做移動 對不對 那高點向下做移動 如果低點不再跌破 代表指標會開始出現一個翻揚的走勢 所以最近期他的股價 算是高檔的區間震盪整理 但整體來說 他並沒有出現一個 比較轉弱的一個訊號 所以大家就可以稍微關注就是 後續只要沒有再破這個低點的話 原則上只要出現增量的紅KBAR 技術面會出現轉強 那這個股價就有重新挑戰 原本前波高點的一個機會 因此這個是我們在昨天 我們這個持續去做續報的兩檔個股 在這個時候其實也先跟大家 來做一個說明 但問如何我覺得大家可以趁著 廣告的時間你可以好好想一下 就是說我們剛剛當然談到了說 很多的那個主流的電子股 最近波動幅度非常大 昨天的穩帽也好 今天的ABF載板三雄也好 我相信有很多人的持股 是套在這個裡面 那應該也不只這一些 包括之前的IC設計 甚至同一檔個股 比如說長榮 很多人套在那個140 150塊錢的高點 有時候你要去思考的問題 我們要請大家在廣告當中 稍微想一下是說 你有沒有去想過 你現在手上套牢的持股 你要怎麼去解決這個問題 你要怎麼樣去解決這個問題 因為應該這樣子講 現在無非大概就是幾種狀況 一個就是你手上還有資金 那要不要去做攤平的動作 當然這個東西我們是絕對不建議 就是如果你不是一個長期存股 存好股的操作模式的話 我不建議大家做任何低於你成本的時候 去做買進的動作 你要叫加碼也好 你要叫攤平也好 我覺得這個都不是一個很適合的一個情形 然後就先告訴大家 那如果說這件方式不能做 那第一個 如果你手上張數比較多 有沒有價差來回操作的一個空間 去降低成本 用先賣後買的一個方式 那另外一種方式呢 就是你要換股操作對不對 如果說那個股價可能很長一段時間 它都很難回到你當初買進的一個成本 你抱著它不會有任何的變化 也不會變得更差也不會變得更好 但是你去換股 當然就有相對來講這樣的一個機會 我覺得可以從這一次 其實要提醒大家是說 你在換股操作的過程當中 你不能夠重蹈覆測 就是說你前面為什麼股票會套那麼深 不是你選股的問題 是你的執行力 你的停損其實沒有設定好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狀況之下 換股操作你要學到的是 從新的股票開始 你要嚴格去執行你的 停利停損的一個動作 那如果說投資朋友 你覺得不是很有把握 或者是說你想要去看說 那我要怎麼 我在換股的過程當中 我要怎麼去做 那如果你是認同謝老師的 我想在這段時間當中 我們每天操作的一個情形 都其實都有跟大家去在 節目當中做公開的一個追蹤 對不對 所以包括了停損停利 我想我們一直都有 嚴格在執行這件事情 所以我是覺得說 如果說真的投資朋友 你不知道怎麼樣去 調整你手上的一個持股部位 但是你又想做一些改變 我覺得可以趁著這一次的一個機會 跟上我們的一個行列 全面50% 投資朋友可以把握這樣的一個機會 有任何問題或想要加入我們的 都歡迎大家可以透過廣告當中的電話 跟我們的服務人員做聯絡 第二階段的節目回來 我們會跟大家談 我們今天切入了什麼樣的一個個股 我們先進廣告休息一下 回來之後馬上幫各位做解析 今天入會全面五折大優惠 幾乎難得盡情把握 雖然再見 022752 5868 2752 5868 城東東部 三大保證 第一保證 正派經營 絕不可公司派大股東主力作手 勾結坑沙散步 第二保證 誠信為本 以績誠信為公司營運主軸 第三保證 貸經一定貸出 金銜持股 持股集中 保證 貸經一定貸出 城東東部 擁有股票 期貨 雙振兆 帶您領先動心市場 穩借獲利 無往不利 城東東部 值得托付 022752 5868 2752 5868 金銜持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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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回到我們的一個節目現場 所以我們剛剛在上一個階段的節目裡面 跟大家談到就是 有一些主流的電子股 這個時候可能投資朋友其實應該要去做避開或換股 我再舉個例子 例如說 這個也是今天媒體所報導的一個重要的新聞 叫做LGD第二季轉虧有打野危險 那當然這個指的是面板產業 在這個時間點第二季 他會呈現了一個比較虧損的狀況 但我說真的 其實投資朋友 你是今天才知道這件事情嗎 我想我們在上 不要說上這個之前 就是我們在這個去年的時候 當時那個面板報價 應該是在八九月份開始修正的時候 其實當時我們就已經有提醒過大家這件事情 對不對 後來有出現反彈 但是沿路還是一路往下 到現在他是創下波段新低 不知道創下波段新低的 定意義在哪裡 你要去思考的一個概念是說 過去這一段時間當中台北股市談了1000點 對但他股價還在這段破低 所以這就是我剛剛跟大家所談到 廣告的時候你要稍微想一下就是說 你手上套牢持股 比如說有達 如果你當初買了20幾塊30幾塊 我早上其實我有講 就是說 當然你可以選擇就是 我等下一波的景氣循環 因為這樣的一個個股 反正小的循環大概兩三年會有一次 大的循環可能五年十年會有一次 那如果說你套的價格越高 當然你要等到那個大的循環 大概就要等五到十年左右的時間 你可以選擇去做等待 但是我覺得某種程度上面而言 其實你在股市當中 我覺得可以更積極的去做作為 就是說你可以用其他個股的獲利去彌補 這樣的一個虧損 大家或許會覺得 老師我當初一張買在可能23塊 那現在提到13塊一張賠1萬 做股票怎麼可能會把它補的回來 我這樣子講好了 那應該這樣講就是說 如果一張賠1萬塊 你是不是可以用多次操作 比如說這一檔賺3千 那一檔賺5千 慢慢的把它補回來 然後補到1萬塊之後 你就抽一張出來對不對 然後如果是10張 是不是這樣重複去做操作 有賺錢的就把它解出來 那如果說換股的過程當中做的不對 那你就把它砍掉 不要讓那個造成你大幅度套牢的那個狀況 再次去做發生對不對 那你要去做改變它才會有機會 所以這個時候 然後其實我說真的 盤面還是有一些還不錯的個股 在今天盤面當中做轉強 所以大家會發現 其實我們在操作過程裡面 大概都以那種次族群為主 但是我們也不是選沒有量的股票 比如說1513的中興店 當然中興店其實我們之前做過 當然觀眾朋友如果說 你是下午視節目的忠實觀眾 應該都還有印象 那這個部分其實會做的一個原因 當然今年我想電力短缺的問題 我想在台灣這個是非常明確的一個現象 所以從這樣角度來看 其實應該這樣講 就是你電力短缺要嘛 你就是把增加新的發電方式對不對 所以太陽能風力發電 今天股價有表態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你要去更換你的設備 減少那個所謂跳電啊 或者是過載 這樣子的一個問題 所以對於中興店來講 原本它就會是一個相對比較受惠 這樣子的一個概念 所以你從股價的一個角度來看 過去這一段時間當中 投信買了1.3萬張 成本是大概54塊 那股價之前打出一個W底對不對 那W底它沒有一次過 它股價還是先打回來到頸線的一個位置 但是你看它這次回頸線 它不是單純只回檔而已 它是還包括了除息的一個因素在裡面 所以你從這個角度來看 它的股價其實表現不弱 就是你看起來它是回到523然後再上 但是實際上它是因為除息才打到這個價位 對不對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 它屬於股價強勢的整理 而且今天的過高 如果你把息值把它還回去的話 事實上它是創下整個波段的新高 所以你看我股價經過了一個多月的整理 這個時候長紅可以去做表態 這個原本就是一個轉牆的訊號 所以從這樣的一個角度來看 這個是我們今天再度去做進場的一個原因 那今天時間的關係 可能沒有辦法跟大家談太多基本面 這個我們留待明天 有時間我們再來去跟大家去做一個解說 那另外一檔個股就買的早一點 所以那時候我有講嘛 我就說我要等那個漲幅收斂再買 那我又等大盤的漲幅收斂 所以9點半那時候其實有一個比較明顯的回測 只是後來沒有想到說 它回測幅度這麼大 就打到翻黑的一個走勢 但整體來說我們當時是 波羅威是買在這樣的一個價格 然後在12點鐘過後 有一個比較明顯上拉的一個動作 那做這檔個股當然基本面的部分 我明天我明天再來跟大家去做分析 但是關鍵在哪裡 大家看這個投信持股 450張對不對 450張這裡是350這裡是100張 所以在告訴你 對不起這裡是300張這裡是150 所以在告訴你什麼事情 在告訴你說 投信剛開始去做買這一檔個股的動作 不能夠說第一天開倉 但是已經開始去做一些進場的時候 這個部分我覺得對於後續 當然包括了歐洲的一些光纖的部件 那包括了那個規格 美國在做一些規格的一個轉換 對於波羅威來講 應該都會是一個比較利多的訊息 所以這個是我們在今天 我們選擇進場兩檔個股 但溫如可 大家看我們這一波行情的一個操作 升息之前 現金部位拉到八成 然後升息之後 開始去做一些持股介入的一個動作 所以我覺得投資朋友 你需要的是風險控管 然後以及資金的控管 我覺得這個才能夠真正幫助到大家 那如果你認同謝老師的一個想法 想要跟著我們一起做操作 我們也歡迎大家可以把握這一次的機會 有任何問題都歡迎透過廣告當中的電話 跟我們的服務人員做聯繫 那以上就是今天7月28號的台股最前線 謝明哲老師聲明書 市場上有詐騙集團 盜用謝明哲老師的照片及簡介 成立Liant群組 推薦非本人操作之股票及收取不當之費用 謝明哲老師在此慎重聲明 等LiantID為 AtMoney27525868 ParagonID為明哲888Y 無其他群組 請投資人切勿受騙上當 本投股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客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神聖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优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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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